湿地拥有净化水质制红 以及提供栖息地的功能 比起了像是海洋森林 是固态能力最好的生态系统 而新美市营造了第一个 都会型的人工湿地 就在中和的张河湿地 现在成为许多动物昆虫的家 也成为了候鸟的前湿地 这个是南美甲樱桃 我们小时候的零食 长得像樱桃却又不是樱桃 导文老师会说 这是小时候的零食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 这里是新北市第一个人工湿地 中和张河湿地 就位在三号高速公路底下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湿地成为真正的自然教室 以这个海洋森林等等 这几个全球生态系统来看 其实湿地它是一个 固碳能力最强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湿地 本身它也是具备 就是整个调整我们的这个围气候 然后还有一个蓄水防洪的一个 一个功能 那当然还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在 城市的一个绿地 所以它也具备我们整个这个生物对象性 以及我们的这个生物 这个动植物棲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像是红嘴黑杯 白头翁的鸟类 都已经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 同时也是护鸟的迁徙地 其实这一片大约6.7公顷的土地 过去是农业耕作的蓄水皮塘 后来新北市向高工局任养土地 经过棲地优化 生态环境营造等工程 现在光是鸟类的种类数 就占了全台湾百分之15 目前经过这几年的休息下来以后 我们现在目前记录 这蝴蝶有116种 那116种台湾400种左右 116种其实算不错 那鸟类也有90种 那台湾大概600种 那里面有很多植物呢 我们种了一些曾经瀕临接种的一些植物 湿地内还模仿台湾的自然溪流 上游窄下游宽的特色 营造出接近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像是石头表面具有净化水质的功能 石头与石头之间 则可以成为生物的栖息地 另外别看这一区似乎杂草重生 其实对于大自然的循环都有帮助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本身我们的这个稻田也好 这些区域其实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石地这样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规划 除了让民众观赏旁边这些动植物之外 那因为在前年开始 其实我们有推动这个石农的这个教育这样 所以到时候 我们也就让亲子报名 穿着青花装 下去体验 你们看这个藏藏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角白水 还有中间我们的讲的这个水泳菜 这个空心菜 原来会出现在餐桌上的菜肴 在大自然中也各自扮演不同角色 张和师弟现在终于开放 入园将采预约制 并会依照不同年龄层规划导览 体验活动 要一窥大自然的奥妙 不妨到张和师弟一探究竟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